歡迎各位收看劇場會客室 今天我們嘉賓是陳文剛先生 大家好 文剛歡迎你 你好 剛才我還沒錄影之前 我們在外面跟我同一位朋友在聊天 他們說給我聽他知道是你來很開心 他們都等到這麼晚來等你們 多謝他們 因為我都看很多你的電影 我都很希望你可以上來等你的經濟 我也很榮幸受到你的邀請 大家多謝 我有一個問題很想問你 因為我起初以為你是中大畢業的學生 因為跟胡桃戲班掛了勾 我一直都知道胡桃戲班是中大成立 所以我起初以為你是 後來我再看很多次你的Bio 也沒有 但為何你會空降做藝術總監 其實事源是這樣的 因為我跟胡桃戲班 他們一直都有搞戲 他們搞了二十年 早幾年五年前 他們搞一個靚太作死 找了我去做一個合席演員 我們合作完之後 他們再找我做一個爆谷殺人狂 在這個期間他們談到想把胡桃戲班轉型 因為以前他們的做法 我覺得都是似乎是一班很有熱誠的戲劇的愛好者 但他們都是想透過戲劇排戲的時候 一班人聚起來很開心地玩 去滿足他們的興趣 有部份人覺得這樣似乎 再這樣下去就不太行 因為每一次他們去搞一個戲的時候 好像都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興趣 而強硬要逼一些朋友 他們去買票支持 好像趕不過去 是想再專業化 是想再專業化 但他們又苦無一個受過專業戲劇訓練的人 剛好我在演藝學院畢業 覺得他們的理念和我的想法都很相近 不如試試 他們就邀請了做我們的藝術總監 我覺得我也試試 膽粗粗 反正有一個平台我們可以去試試 看我能否把我的想法放在劇團 令大家一起成長 所以就變成一個這樣的情況 我就空降了下去 是 即是很專業 還有一些很有理想很有熱誠的 加在一起 是 是 是 因為他們胡同喜斌的理念 都是為了寫一些 對於這個社會有一些敏感的命題 或者當下的一些關於社會狀況的議題 和大家分享 這件事也是我自己幾有興趣想說的一件事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挺合適的 是 胡同喜斌選的劇本很好 多謝 多謝 因為他們可能也是 很多是來自中大的一些新聞系的畢業生 所以他們對於一些社會的命題其實敏感 有別於一般的劇團 這件事和我自己喜歡看的東西都一樣 我自己都很喜歡看新聞 是 是 是 所以我覺得某一些新鮮的 或者對於當下或者社會的問題 其實我們很需要去借助戲劇去反映出來 令到觀眾不要很硬去接受一些大道理 透過戲劇一些可能有娛樂性的東西 有一些不同的視覺效果的藝術去宣揚 或者去提出一些社會性的問題 我覺得這樣會容易令到觀眾接受 是 包括殺人狂我覺得已經是 是的 是的 即是一種很荒謬的情境 為何一個人走去 一個觀眾受著一個 荷里活的導演所拍的電影所影響 而令到他要去做一些事情 去反映究竟是傳媒影響人 還是人影響傳媒 是值得我們探討的 是的 是的 但觀眾如果喜歡看荒謬 那他不是看荒謬 他喜歡看護膩 他好像有很多東西看 我們經常都這樣想 即是我們很希望 用一種輕鬆的手法 去帶一個嚴肅的課題 觀眾看到課題 我們想說什麼的 就最好不過 如果看不到的話 他也感受不到 而只需要 嘻嘻嘻嘻 或者畫面很豐富 我們都覺得夠了 因為如果他不想想事情 他只是很想娛樂一晚 那就來娛樂一晚 但如果不是的 在娛樂之餘 還有一個問號 你帶走的 而令到你之後有所思考 我覺得這樣就最好不過了 這個就是我們很多時候 找一些劇本 都是偏向喜劇 是我們不想 觀眾在日常生活 做了一個成日的事情 已經很大壓力很累 還走來看兩三個小時 想到頭都爆的時候 可能會很辛苦 當然這類戲劇應該要存在 但因為我們是一個 沒有政府行上之所的劇團 所以我們都必須要 考慮一下市場 我們不能夠曲高惡寡地 做我們想做的事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很快就不見了胡同戲班 我們必須要顧及飄防 這也是一個商業的考慮 我也明白 所以你領帶作死要做那麼多 因為觀眾喜歡看 一來喜歡看 二來他亦都有一些 講關於夫妻 是否應該對對方不忠 或者我們是否如果去滾的時候 有沒有影響對方 這是我們想探討的事情 而現在這個世界 或者香港太多這些問題 所以都提醒一下觀眾 如果想和你的配偶 或者你的伴侶好 或者長久的話 必須要考慮清楚 你去出軌的行為 是否值得呢 你可能會賠上你的一生 或者你賠上你這段這麼好的關係 是 賠上性命 是的 有些人真的可能會賠上性命 所以真的不值得 所以我看完的時候 我最後那裏 觀眾不是很開心的 是的 我真的帶著一些東西 離開劇場 我就說 那麼開心 其實有沒有人記得他死了 其實是 但是沒有 好像覺得 但是很開心 大家都 可能已經被王德斌 已經品到不得了 所以就沒有 但其實那個悲劇 真的很悲劇 那個人是死了 但是我好像 不是特別關心這件事 當然 就是 最後是爆炸 那想法可能就是死了 我們也是開啟的 未必他真的死 但其實 爆炸 應該就算不死都 一生死 都會受傷 但是觀眾 覺得他活該死 你自己拿來的 這件事我覺得都好 如果觀眾覺得他活該死的時候 即是說 他們可能會想得到 不要這樣做 這樣做是活該死的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 作為一個舞台 或者劇場工作者 其實我們有責任去 對這個社會負責 我們不能夠做一些 歪曲真理 或者令到 普羅觀眾有些 負面的想法 當然我們 可能有時候 會用一些 負面的教材 都不出奇 但我們最後都是想 希望觀眾得到一些 正面的訊息 所以 我們 會有些 這樣的題材出現 所以可以說 你們選擇劇本 真的很好 需要的 因為 我們真的有責任 不能夠亂來 我們是 跟觀眾直接溝通 我們可能是 在教育觀眾 而我們 很多觀眾是受我們的影響 就算是一個觀眾 也好 我們都不應該 令到他 教壞他 所以 我們其實都很著重 譬如 懶音這件事 我們都很著重 我覺得不可能 有懶音出現 或者我們有一些 發音的準確性 我們都推考得很重要 因為 如果我們說錯一個字 譬如有些人說 借口還是藉口 這件事其實應該是藉口 但不是讀藉口 但我們普遍人 約定俗成 對 就說了藉口 但我們有責任 將它 正音正中 這是我們覺得 必須要做的事情 這就是胡桃戲班 其中一種宗旨 是嗎 這是小小的執著 你剛才說 你是初初 跟胡桃戲班合作 是做靚太 作死的一個客席演員 你是不是就是做王德斌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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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麼厲害的人出現 就是兩回事 所以 後來我們 由我去做導演的時候 我將最後這個角色 變成一個為人所熟悉的 但他的外形又好 感覺又男人又犯犯都似乎 贏了老公這個角色的一個人 但我們又不可能用他去宣傳 因為這樣就不驚喜了 是 亦都很想為觀眾帶來一個非常大的驚喜 所以我們寶物功夫是很重要 以及收到最後 亦都不用他來做任何宣傳 是 這樣會好玩 但又真的很驚喜 是 他出來又真是做到你想要求的 是 真的那樣東西 你真是覺得他輸了 他很厲害 我不知道你看那時候 他有沒有脫衣服 是這樣的那種 是 有一次他脫衣服 裡面真空什麼都沒有 哇 六個腹肌 你真是沒有得談 真的跟我的 唉 我不可以 難怪真的要走進廁所 是 真的死了很累 這部電影很好笑 這部電影 應該是很有趣 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這部電影我們花了很多心思 因為我們第五次重演 每一次我們都有一些新的元素 我自己是一種幾不甘於重複的一件事 雖然某些戲是重演的時候 是需要就這樣呈現出來 好像邵芝大學那樣 我們必須要跟著他去做 但《靚太作寫》 這是一個意大利的即興喜劇 他有一種即興元素 跟觀眾互動的元素在裡面 所以我很想他一路變一路變 所以你見到我們初初 第一個回合我們只是一張床 六個櫃桶做了去 第二次我們就是一張床 一張加一張樓架床 再有很多種不同形式的床 像嬰兒床 梳化椅 即是他配套 加到周圍很多很小的床 令觀眾意識到這個男人 去很多不同的地方滾走不滾落 接著我們就是一張斜台的很大 整個台的一張大的斜台床 令到整個感覺又不同 這次我們已經變成一個擂台的蛋糕 四面觀眾去表現 而每一次我們都會沉遞去不同的做法 就是由初初沒有互動 只是做一個戲 到第二次我們互動 跟觀眾有些即時的聯繫 跟著今次我們直接邀請觀眾參與演出 包括配音 包括講台詞 包括幫我們遞道具 包括出台面客串一個 以前我們用芭比公仔代替的一個角色 而今次他們直接走出來 即是每一次我們都希望 給到觀眾有些不同的感覺 去看下這個戲的可能性有多少 而都比我們嘗試去發掘究竟得不得呢 即是這個美體作四的戲 我們都由一面台三面台四面台 我們都做過 那麗爭兩面台未做過 是好玩 對於我們來說是好玩 但挑戰性亦都很大很大 因為四面台其實是挺困難的 要招呼四面的觀眾 亦都有些道具 譬如我們以前是藏在後面的 但現在不行了 無得藏在後面 因為看完了 我們怎樣藏呢都是一個問題 最後來是逼到我們去想 好 一個擂台 給觀眾去看 而觀眾亦都知道 其實對夫婦的關係 很多時都是一個角力 變了這個擂台其實都頗適合 而這個擂台又是一個蛋糕 好像結婚蛋糕 亦都配合它有光的一面 亦都有油的一面 如果沒有甜蜜的一面都不會在一起 所以我們會有這樣的設計 令到它給觀眾感覺到 有些綜藝的一面都會在一起 亦都希望他們一起看 這個群獸鬥究竟是怎樣 即是就這樣在擂台上高 可以怎樣做 而擂台亦都可以方便到 觀眾的印象就是四面 所以我們用了這個去設合整個環境 其實婚姻都是角力 是的 其實也不單止是婚姻是角力 任何一對夫婦拍拖 都有角力的情況 所以觀眾應該很容易去明白到 究竟這個關係是怎樣 剛才你說挑戰 我想問你做藝術總監 做糊塗戲班藝術總監 最大的挑戰是甚麼 要去想劇目 這是一個頗頭痛的事 因為我們也有劇團的宗旨 我們希望用一些貼近社會議題的 一些題目 亦都希望嘗試找一些 以喜劇方向的包裝去做這些議題 在雲雲的劇本海中要找 都不容易 因為我們不想用一些 劇本挺好的 不錯的 但不錯是否足夠 我們覺得未夠 去找一些我們認為是 嘩一聲我覺得好的 實在很困難 所以我們每一年要看劇本 可以說是好幾十個 才去找三幾個出來 是你全看完 我全看完 我全看不完 藝衣衫會幫忙看 因為我們兩個都喜歡看書 幸好 亦都我們會看小說 看看有沒有小說 可以刺激到我們的想法 去改編成為舞台劇 這件事都是我們考慮之一裂的 因為我們不想只剩下劇本 這個框太小 其實我們都很想去找一些本地的創作 但似乎香港的劇作家實在太少 而他們又可能已經和不同的團 已經有些掛勾 令到我們不容易去邀請到一些本地的創作 當然本地的創作很多時都令到我們 有些擔心就是交貨的問題 可能他們的創作會遲 我們都很擔心 所以我們較多時是翻譯劇 我們只看好劇本 自己控制到時間 這件事作為一個藝術總監 是最頭痛的一件事 而每一次我們當找到劇本 我們用甚麼手法去做 今次有沒有新的觀劇感受給觀眾 這也是一個我們要頭痛的事件 雖然我們作為劇場工作者 有些劇我們很想做 只是為了很想做 只是滿足一己私欲 但我們要跟觀眾一起成長 我們也有教育觀眾的責任 當然我們更加要考慮到商業因素 我們要賣票 我們真的要顧及票房 所以在中館這麼多因素之下 去找劇本其實是很難的 拿平衡很難 很難 有些人覺得很好想做 但那些賣不到票 那怎麼辦呢 譬如我很想再做父親這個戲 但這個父親的戲是太嚴肅 和不是市場一般能夠接受的戲 所以我都擺到次序很後 除非康民署會表現 我們會做 但如果自己的話 我就未必會想 所以這件事是頗頭痕的 每一年都要想幾個戲 而這些戲適合在哪些場地做 亦都是一個頭痕的情況 因為香港訂場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每一年之前就要訂 訂不訂到呢未必訂到 那你又要每個月去其他地方 有些劇場一年訂前訂 有些劇場半年前訂 那個制度究竟怎算呢 令到你那個製作很頭豪 譬如你半年前訂的一些場地 你訂到就要馬上去行動 半年去製作一個戲其實夠不夠呢 可能如果你之前做得好就夠 但如果不是的話 訂到場才去想劇本 其實就不夠 除非你已經譯定 譯定或者你已經穩定人 因為香港的班底 我們不會有一些行常的班底 每次都要埋班找人 去找人的時候 他們有沒有其他工作已經答應了呢 這個都令到你有一些困難 你想要一些理想的班底 其實都不是這麼容易得到 所以每一次我們去想劇目 或劇季的時候 其實要花很大的心力 你又要做藝術總監又要做創作又要做演員 其實你怎樣去分身呢 都真的需要分的 每次排戲的時候 我作為一個演員 我完全不想其他事情 排戲以外的 就需要去顧及行政上 或者是劇團的運作 這些事情我們要去理 我自己喜歡創作 包括我自己會寫劇本 或者我會填詞 這些就會在我夜難人靜 或者是天一光的時候 我早點起床我去創作 是用了我幾多時間 可能人家工作八個小時 有八個小時玩 或者OT兩個小時 都是做十個小時 其他就是自己生活 我自己會用多少時間 投放在關於戲劇的工作 例如我排八個小時的戲 我用四個小時去創作 可能用四個小時去創作劇團的事情 變成沒有什麼私人生活 這是一個犧牲 當然我又要有充足的時間睡覺 有時也會把睡覺的時間撥出來 但反而犧牲了和家人和朋友的見面 這件事長久來來我覺得也不太好 那長久有什麼解決之計 我真的會希望 看看可否減少工作量 當然減少工作量 意味著你的收入會少些 但這個取得平衡 你究竟想要些什麼 家人還不重要呢 朋友還不重要呢 如果你覺得重要的時候 如果金錢和朋友親情去創作 你選哪一件呢 可能我會 這一刻我會選多些朋友和家人 會多些 因為那件事沒有了就是沒有了 而如果我要做演出創作 其實我是否可以探長少少去做 而不太密集呢 這件事是需要拿一個平衡 但我覺得親情我之前似乎疏忽了少少 需要去創作 例如我媽媽她已經80歲了 她都開始有少少腦退化的跡象 如果我再多些時間去陪她 我只是放了時間在戲劇的時候 我會否後悔呢 我想我會後悔的 當我要後悔的時候 我要多些時間去陪她 例如我現在會多了 例如找她喝茶和她吃飯 我覺得開心的 而我亦都可以拿這些東西 她可能積聚了令我 沒有創作元素都不定 所以我不覺得這件事 完全脫離我的演藝事業 因為作為一個演員也好 作為一個編劇也好 就算是導演也好 不離開人 當然當我們有和人的不斷交往的時候 那樣已經是很好的戲劇元素 創作的因子給我們 只要我們留心 我們自然就會有很多創作的東西 令到我們投放在日後的製作 還有母子那樣東西 根本都很感人 是的 尤其是我媽媽很疼我 她能夠湊大我 其實才有我今天的我 我怎能夠這麼忘恩負義 不理她 而到她這麼大的時候 需要人關心的時候 我們不去關心她 她以前 就是 臉乾碎濕 臭弟 我不飲不吃不睡 都是為了我們有一股飽發 而今時今日為何我們不調得回頭呢 是的 所以我上個禮拜才跟她說 我媽媽請你保持你的腦筋靈活 不要有腦退化 因為我真的會很難受 如果我媽媽竟然忘記了我 是的 但沒有辦法 如果這個症狀降臨在她身上 唯有我們可以做得多少就是多少 是的 所以你真的現在是 我也覺得是 為你媽媽好 為自己健康也是 因為都很重要 現在剛剛是人的一半 很多人都說 這段時間真的要注重身體 所以下半世的健康會更好 所以我都知道 演戲的機會一定要掌握 反壓 但亦都要顧自己 看長遠、親情、健康、家庭都很重要 所以你都要平衡才行 是的 這就是我們現在要學的東西 沒錯 我們下星期晚再請你來 再談好不好 好的 我們下星期再跟文革聊天